一分钟好成语 不屈不挠 典故说明 先秦儒家以孔子、孟子、徐子为代表 在徐子书中记载了一段孔子与门下弟子子贡的对话 子贡问为什么君子重视玉而轻视名呢? 难道是因为玉少而名多吗? 孔子答道 诶 四啊 这是什么话呢? 君子怎么会因为数量多就轻视 数量少就看重呢? 君子重视玉时 是因为玉时可拿来比拟君子的品德 玉时温润而有光泽 就好像人 坚固而有纹理 好比智 刚强不屈 就好像义 有冷脚却不会割伤人 好比有德行的人 即使折断他也不会弯曲 就像有 玉的瑕疵都显露于外 便是诚信 敲打玉时 声音清脆远扬 就像美好的言辞 所以即使明有鲜艳的花纹 也比不上玉时的洁白明亮 这便是君子重视玉时的原因啊 后来这里的折耳不饶眼 变成不屈不挠 这句成语 用来指意至坚毅不肯屈服 今天学会不屈不挠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字幕了订阅